認識樣式表 來 我們回到常用標籤 常用標籤表示你會常常使用 以前Word上市的時候 他是把樣式擺在左邊第一個 後來發現大部分人都不會用 他妥協了 把它擺到後面來 但是還是屬於什麼 常用標籤 什麼意思 這地方其實很重要 來 我們剛剛了解一下 Word在做目錄的時候 他會去找誰 標題1 標題2 標題3 我們沒有做標題2 什麼是標題2呢 在這裡 樣式 樣式是一個標準化的流程 來 這是我們的文件 第一章叫台灣 老師 台灣裡面還有三個小節 小節就是標題2負責的 台灣這一章裡面有三個小節 來 我先把文章先浪改 第一個譬如介紹巴士海峽 跟你報告一下 他必須是獨立的段落 像這巴士海峽 來 這個是台灣海峽第一章的第一小節 就叫標題2 台灣海峽第二小節呢 叫做北迴歸線好了 你看到我在做什麼嗎 一定是獨立的段落 標題2 好 有三個小節 最後一個小節呢 是什麼 我們就屬於族群好了 族群構成好了 按Enter 按Enter 族群構成 來 套用標題2 所以呢 那這個我覺得 我的設計不夠好 來 各位看一下 這個台灣他是誰 標題1 我點在巴士海峽 他是標題2喔 兩個的大小看起來差不多 你分得出來 我真的太佩服你了 哪有時候不一樣 這個是26 這個是24 你根本就分不出來 眼睛是看不出來 這個細微的大小 那你可以改小一點 那老師可不可以在這裡改 不可以在這裡改喔 這樣改叫做格式 我們要改的叫做樣式 樣式在哪裡改 請你把樣式功能打開 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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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這一顆吧 點這裡 這裡可以看更多樣式啦 右下角這一顆 喔 至少把大小改一下 顏色改一下 大家比較有區分吧 第一章的第一節 第二節來 那怎麼做呢 你就點在標題的地方 在這裡做什麼 修改 我們先改簡單一點喔 改顏色就好了 顏色在哪裡 我對這個顏色在這兩個字 自動有點感冒 因為一般人不會找到 顏色在哪裡 他不會去找自動 這設計不好 我改成紅色好了 那再大一點點 只要是標題的就是36 來 改完不是都改它啦 只要是標題就全改了 只要曾經套過標題的 來 接下來換標題了 標題的概念是什麼 第一章的第一小節 當你點到這裡來 就會自動跳到這裡來 看到嗎 修改怎麼辦 一到這裡還有箭頭喔 做什麼 修改 我們來改什麼 我改成 呃 綠色好了 那小一點點改20 我覺得應該區隔 確定 你這樣就比較好分了 只要是髒的話 就是紅色 多大 36 只要是結的話呢 欸老師太小了呢 好吧 那我們再改一下 再把它改成 我改成24好了 順便再換顏色吧 換藍的 你只要看到 只要改的話就全改 好 等一下麻煩你 來 接下來我要 原住民這一集 這一張有兩個小節 第一張叫什麼 漢族好了 按連頭喔 按連頭喔 漢族 套用標題2 你看見嗎 好 另外一個小節 也叫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來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吧 我再套一下 你看見嗎 喔 所以呢 修改樣式表你要會喔 我現在要預設的大小不合適 來 第一個 你要學會開樣式表 在哪裡開 這一顆 OK嗎 那要修改之前 我建議你點在哪裡 第一張的這個什麼 標題的地方 從這裡 點這裡進來做修改 最醒目叫做顏色跟大小 請你修改 待會請你套用標題1 標題2 再來修改標題跟標題2 來 換你了